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另外一個就是剛剛比較無病的一個符合 就是疾病進展的時間 一般講我們講疾病技能是說 你今天開始使用這個藥物 那這個病人他疾病有進展我們的時間 就是我們在測量轉移性乳癌的一個重要指標 一般來講我們如果使用壞藥物 一般他開始使用到疾病進展可能大概是6個月裡面 像這個研究看來是5.6個月 就平時你使用一般疾病進展大概是5.6個月 那如果說我們使用這個免疫治療 像這個疾病進展的藥物合併壞的藥物 它產生疾病進展的時間是9.7個月 再討論他可以有效的抑制這個疾病進展的時間 那如果說你去看這個HRW 就覺得他算起來就是一個0.65 就是風險就是0.65 代表說他可以減少35百分比的病人 他疾病進展的情況 這為什麼我們現在目前很多病人 假設他的這個PD-L1 有功能表現也可以跟病人討論 要不要使用合併這個免疫治療 合併壞藥物類 他可以有效延長這個病人的一個無病復發時間 同時讓病人整個除惡症有增長 所以在轉移性三性乳癌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治療進展的突破 那大家也有關心說整體這個疾病控制的理由 那一般來講就是說我們如果使用單獨的壞大物類 那40%的病人有整體有效的反應 那大概什麼叫做有效的反應 我們有效的反應分別兩種 因為我們是達到完全 怎麼說消掉 叫Complete Response 正比例要13% 那什麼叫Partial Response 就是部分有反應 病人的反應比例是27% 大概整體有4層的病人是有效的 那我們今天打這個化拉物之外 同時合併集數打這個 標導治療免疫抑制病 他可以把整體有效的比例可以提升到53% 大概17%的病人是屬於完全反應 那3%的病人屬於部分反應 再來說可以把整個有效的比例有效的提升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使用這個藥 平均使用有反應的時間 一般單獨使用化拉物 大概平均使用這個藥 大概7.3個月 就可能需要換其他藥物 如果說你使用這個免疫治療的藥物 合併劃的藥物 病人平均來講可以使用到19.3個月 那時候你使用這個藥物 並能夠有效耐受的情況之下 他可以使用比較久的時間 那什麼叫抵劑坎 除了疾病控制的比例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轉是有效反應 當然是有一群病人對 他可能轉而沒有明顯的縮小 但這個病人其實他疾病沒有惡化 我們就叫疾病穩定了 那當然說 如果是單獨使用化病 有反應44的病人是屬於疾病穩定的 那使用化療合併集數打有反應28% 代表說我們疾病控制的 是屬於疾病治療合併化療會比較理想 那單獨使用化療 疾病控制率比較低 但這個病人其實很多 不論是只有疾病穩定 他病沒有縮小 他只是疾病穩定 如果說你使用化療合併這個免疫治劑 他比較高病人來講對 他是有效反應總流會縮小 這個是他解讀的地方 那目前來講 就是這個臨床試驗告訴我們幾個重要的試驗 就是說 如果你在轉移性三性流 或者說他是復發不能切除的病人裡面 你給他測這個批點他裡面過的短線 那這個綜合的陽性率 可以長10%以上 可以有將近38%病人 那你相駕於單獨使用化療物 他的專業疾病施展是5.6個月 如果你合併這個化療物 合併免疫治劑 就可以延長到9.7個月了 這是目前來講一個很重要的突破 那一般來講 在這個階段你可能會使用化療物 因為三性流最常見的化療物 可能是像 泰管子通常的或這個亞伯山 就是說 以白蛋白合併 那個 那你去製的這個亞伯山 那如果假設過去已經使用過泰管子通常 你可能會使用這個 建澤加金箔類的化療物 那大概也有關於說 我們使用這個藥物 對到底有哪些負責 你當病人解釋病人 也會想說這個藥物有哪些負責 第一個 凡是化療藥物 常見的負責 包含像 噁心 嘔吐 吐掉頭髮 還有血球降均 因為我們這個藥 實際上是跟化療合併使用 那當然說 這兩組比起來 跟這個化療相關的一些負責 其實都差不多了 噁心說吐掉頭髮 貧血 或是 比較疲憊 其實兩組並沒有很明顯差別 那因為你講的是一個免疫的抑制的藥物 對 所以大家可能要關心說 那些是跟免疫相關的負責 這是比較特殊 大家可能要了解 第一個 可能病人的那個 甲狀腺功能會有改變 不管是甲狀腺功能低下 或是甲狀腺抗健 都有病人 會有這類型 那特別是甲狀腺功能低下的病人 剛剛跟大家解釋過 這個免疫細胞 它成熟過程中 包含幾個部分 例如是 腮腺 淋巴結 皮脹 骨髓 那其實腮腺跟甲狀腺 是有一定的關聯 所以你使用這個急促打 這個藥物合併化 可能有些病人 會有甲狀腺功能低下 或是甲狀腺抗健的部分 因為有些病人會有些 肺部有發炎 或是大腸有發炎的情況 或是皮膚有些疹子 這個時候也會看不到 所以大家在照顧這位病人 會可能做一個相關的一些 併發症 或副作用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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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